想到楚清言,胡天刚一脸担心,喜欢的女人还没找到,怎么能在这里浪费时间急忙迈步向外面走去 李承风没有急着跟上去,转而看向林小泉,就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脸色顿时一沉,这个老家伙是不是死了 想到他做的那些事情,就算死上一百次也是死有余辜,不想管他,可是自从进入实验室他也帮了不少忙,还救过自己的命 若是不管他,多少有些说不过去,随之迈步向林小泉走去 来到林小泉身旁,慢慢蹲下,想要试一下他的鼻息,看看他是死是活,刚把手放到鼻孔上,就见他突然睁开一个眼睛 左右前后瞟了几眼,确定没有危险,看着李承风,开口问道 小家伙,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死了? 看着突然睁开眼睛的了林小泉,听着他说的话,李承风撇了撇嘴,不爽的声音说道 不要装了,赶快起来吧,那些人都被我们杀了 人越老越精,越老越滑,关键时刻,这个老东西竟然装死 真的太可恶了 林小泉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从地上坐起来,看着地上的尸体,很是意外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那么厉害,那么多基因改造人都被他杀了 就在惊讶之时,发现李承风身后站着一个女人,看清女人的容貌 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充满杀气的声音喊道 川岛之花,拿命来,老夫要杀了你,以解心头之恨 说话时,便要动手,李承风急忙拦住他,不爽的声音说道 老东西,冷静点,他不是川岛之花,他是黄珊珊 难道你忘了,戒尸还魂? 林小泉这才想起来,胡天刚帮黄珊戒尸还魂的一幕 可是看着眼前的女人,心中有些错觉,感觉这个女人就是川岛之花 见林小泉看自己的眼神很不友善 黄珊珊表情冰冷,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是黄珊珊,不是川岛之花那个贱人,最好不要惹我,不然你会死的 说话时,转身向外面走去,去追胡天刚,问问他要不要女人 看着黄珊珊的背影,李承风松了一口气 这个女人应该不会缠着自己了,就是胡大哥,可能要走桃花运了 想到女人轻松斩杀六个三代基因改造人,心中不解 他怎么会变得那么厉害,基因改造人在他面前犹如土鸡挖狗,不堪一击 沉默片刻,看着眼前的实验室,很快明白 他之所以变得那么厉害,跟导国人在他身上做的实验有关 很想知道,导国人在他身上注射了多少种基因,才让他变得那么强 想明白里面的原因,转而看向菜花蛇,小白白,黄鼠狼 见他们平安无事,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这才放下心来 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走吧,咱们去找楚将军和楚小姐 几个小东西,同时点了点头,跟在李承风身后 向外面走去,走了没多远,看着神木二太郎的尸体 还有他的脑袋,就这么让他死了,真的便宜他了 跟在后面的林小泉,注意力全在黄珊珊身上 看着熟悉的面孔,始终迈不过那道坎 把他看成了川岛之花,路过神木二太郎尸体时 才被地上的头颅吸引,顿时满脸惊讶 盯着脑袋看了一会,瞬间生出一个想法 把这颗脑袋送给他爹,他爹看到这颗脑袋一定会非常开心 脸上随之露出微笑,转而看向李承风 接着说道 小家伙,是谁杀了神木二太郎? 就是他! 说话时,用下巴对着黄珊珊点了几下 林小泉随之抬头看向黄珊珊,多少有些意外 没想到,竟是他杀了神木二太郎 盯着女人的背影看了一会,瞬间意识到 这个女人若是川岛之花,肯定不会杀神木二太郎 他既然杀了神木二太郎 那就说明他不是川岛之花,而是黄珊珊 沉默片刻,深吸一口气 没有亲手杀掉川岛之花 心里多少有些遗憾 低头看着地上的脑袋,找了一块白布包了起来 李承风眉头微微一皱 好奇的声音问道 老东西,你拿这个做什么 我想把这颗脑袋送给神木老大人做礼物 看到儿子脑袋回家 那个老东西一定会非常开心 哈哈 听着林小泉的回答 李承风点了点头 心想,这个老家伙可真够狠的 竟然还说 神木老头看到儿子的脑袋一定会非常开心 这也太讽刺了 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神木一太郎 神木三太郎已经死了 就还剩下神木二太郎 如今神木二太郎也死了 神木老大人若是看到儿子的脑袋 估计会当场崩溃 对于林小泉的做法 李承风非常支持 随之脉步继续向前走去 去找楚云红和楚青年 走了没多远 遇到几个普通士兵 举枪瞄准走在前面的胡天刚 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 就见一个女人 突然出现在胡天刚前面 把她护在身后 几个士兵可不管那么多 刚想扣动扳机 看到女人的容貌 顿时被吓得脸色苍白 双腿发抖 她不是死了吗 尸体就躺在一号实验室里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 急忙转身想跑 刚刚跑出去没多远 伴随着一阵惨叫 倒在地上 气绝身亡 一路上遇到不少普通士兵 和实验室的研究员 就算黄珊珊不出手 李承风和胡天刚 也会出手把他们杀掉 走了没多远 遇到三个身穿白衣的研究员 其中一人身高马大 头发金黄 皮肤很白 脸上还有不少雀斑 看他样子就知道 他是西国人 刚开始 三个研究员很是嚣张 把李承风等人当成了实验体 让他们赶快滚回关押室 看着嚣张的三个人 胡天刚冰冷的声音说道 李兄弟 杀了吧 嗯 李承风点了点头 说话时 已经动手 直接拧断西国人的脖子 随之 要对另外两人动手 就见 两人突然跪到地上 哀求的声音 用华夏语说道 老虾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们也是华夏人 听到对方开口求饶 李承风微微一愣 没想到 岛国基因实验室里 竟有华夏研究员 盯着两人看了一会 低沉的声音问道 你们真是华夏人 是的 我们都是华夏人 我叫杨玉楼 他叫孙陈轩 我们都是华夏人 都是老乡 求求你 不要杀我们 听着两人说的话 李承风表情冰冷 充满杀气的眼神看着他们 身为华夏人 不为华夏做贡献就算了 竟然帮岛国人做事 心中很是失望 真想杀了他们 可是想到张栋林的遭遇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没有急着杀他们 接着说道 告诉我 你们身为华夏人 为什么帮岛国人做事情 听着李承风的问题 杨玉楼 孙陈轩先是对视了一眼 犹豫片刻 叹了一口气 说出他们的遭遇 他们的年龄 都在40岁以上 全是博士学历 主要研究生物基因 虽然有着很高的学历 在国内却混不下去 混了十多年 连套房子都买不起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 加入了岛国基因实验室 听完他们的遭遇 李承风满脸纠结 不知该同情他们 还是该痛恨他们 他们帮岛国人做事 就是为了钱 如果站在钱的角度上 看他们 他们没有错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活着就是为了钱 有钱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如果站在民族大义的 角度上看他们 他们就是汉奸 走狗 卖国贼 杀了他们也不为过 可是看到过太多人间疾苦 看到过太多不公平 不公正 看到过太多的世间险恶 他们又有什么错 他们只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李承风不想站在民族大义上 道德绑架任何人 因为每个人 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当然 若是为了自己利益 出卖民族的利益 那就是另一回事 沉默许久 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我有件事情问你们 只要你们如实回答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有什么事情您就问 只要我们知道 肯定会如实回答 李承风点了点头 随之询问 他们有没有见过 楚云红和楚青年 听李承风描述出 两人的样貌 杨玉楼 孙陈轩沉默片刻 点了点头 急忙说道 我没记错 好像是一个月前 他们抓了一批人回来 其中有个老头 还有一个女人 跟你说的样子非常像 听着两人的回答 站在旁边的胡天刚 一脸激动 着急的声音问道 那个老头和那个女人 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个老头 被下南国官府带走了 那个女人 好像在关押室里 李承风脸色一沉 很是担心 被带走的老头 但愿不是楚老将军 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人 着急的声音说道 关押室在哪里 赶快带我们过去 两个人从地上爬起来 在前面带路 向关押室入口走去 这座防空洞共有两层 面积非常大 上面一层是实验室 和研究员居住的地方 下一层是关押实验体的求是 没一会 来到入口位置 轻松解决两个守卫 拿着钥匙打开铁门 顺着楼梯来到下一层 这一层的布局跟上面差不多 牢房里基本上都是空的 看不到一个人 一问才知道 由于研究基因改造人 需要很多实验体 实验体根本不够用 这才把主意打到边境村民身上 跟在两人身后继续向里面走去 才看到两间牢房里 关着几个下南国人 他们都被养得黑黑胖胖 看上去非常健康 看着他们的样子 非常清楚 岛国人对实验体非常好 会保证他们身体健康 只有这样 在他们身上做实验时 才能得到完美的数据 一行人继续向里面走去 只要遇到有人的牢房 都会多看几眼 看看里面的人 是不是楚将军 是不是楚小姐 是不是华夏人 走了没多久 经过一间牢房 发现里面躺着一个人 被朝牢门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着对方的背影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停住脚步 盯着里面的人看了一会 接着喊道 秦大哥 是 是你吗 连续喊了好几遍 没有得到回应 叹了一口气 这个人应该不是秦大哥 也不是华夏人 接着脉步 准备离开 与此同时 躺在里面的人慢慢翻过身 向栅栏外面看去 看到熟悉的身影 一脸的难以置信 做梦都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他 见对方要离开 很是着急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刚要离开的李承锋 听到牢房里 传来熟悉的声音 心头顿时意紧 急忙转身回到牢房外面 隔着栅栏 看着棺材里面的人 不是别人正视秦莫 激动的声音回答道 是的 我是李承锋 秦大哥 我是李承锋 确定外面的人 就是李承锋 秦莫急忙坐起来 着急的声音说道 李先生 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这下完了 连你也被抓进来了 谁去就除老将军 胡大哥 你说错了 我不是被抓进来的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救你们 救我们 秦莫惊讶的声音说道 恍然想到 李先生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被岛国人抓住 他来这里 肯定是为了救人 随之露出微笑 继续说道 李先生 我 我是不是在做梦 还是不敢相信 这个地方那么偏僻 又不是在华夏 李先生怎么可能找到这里 说话时 抬手抽了自己两嘴巴 感觉火辣辣的疼 激动的声音喊道 我没有做梦 我没有做梦 李先生 你真的来救我们了 是的 秦大哥 我这就放你出来 说话时 扯断门锁打开牢门 冲进牢房 一把抱住秦莫 眼含热泪 担心的声音说道 秦大哥 你没事吧 李先生 我没事 就是两条腿 被他们打断了 两条腿被打断了 还叫没事 心疼的目光 看着秦莫的两条腿 接着说道 秦大哥 没事的 我这就用助游术 帮你疗伤 秦莫能活到现在 多亏两条腿被打断 若不是腿被打断 身体比较虚弱 估计早被拉出去 做实验了 没多久 秦莫的双腿恢复如初 急忙站起来跳了跳 很是激动 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重新站起来 离开暗无天日的 基因实验室 恢复正常的秦莫 一脸着急接着说道 李先生 赶快去救楚将军 和楚小姐 我已经很久 没有看到他们了 他们的处境 一定非常危险 嗯 我们这就去 说话时 已经走出牢房 继续向里面走去 寻找楚老将军 和楚小姐 可是找遍了 整个关押室 也没找到 楚云红和楚青年 顿时一脸着急 楚将军和楚小姐 被他们 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胡天刚满脸愤怒 转而看向杨玉楼 和孙晨轩 充满杀气的声音问道 刚才是不是你们说的 楚小姐被关在这里 人呢 人怎么不在 看着满脸杀气的胡天刚 两人被吓得浑身颤抖 没记错 只有那个老头 被下南国官府带走了 那个女人一直关在这里 怎么就不见了 难道是他们搞错了 见两人吓得瑟瑟发抖 没回答自己的问题 胡天刚满脸怒气 上前一步 掐住杨玉楼的脖子 充满杀气的声音问道 告诉我 楚小姐被关在什么地方 赶快说 不说我就掐死你 由于无法呼吸 杨玉楼被憋得脸颊通红 抓着胡天刚的手 想把他的手掰开 可是根本掰不动 想要说话也说不出来 站在旁边的孙晨轩 看了一眼快被掐死的同伴 急忙跪到地上 拉着胡天刚的衣角 颤抖的声音说道 这位大哥 我们真不知道 你说的楚小姐 被关在什么地方 求求你 放过我们 我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若是死了 他们可怎么办 听着孙晨轩哀求的声音 李承锋的心还是软了 看来他们真不知道 楚清炎被关在什么地方 就算杀了他们 也无济于事 转而看向胡天刚 接着说道 胡大哥 冷静点 他们应该不知道 楚小姐被关在哪里 就算杀了他们也没用 先留着他们 说不准还有用 在李承锋的劝说下 胡天刚慢慢冷静下来 心中无比担心 担心楚清炎的安全 他长得那么漂亮 落到这群畜生手里 不知会受到怎样的虐待 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个画面 楚清炎被七八个撞汗 按在地上 真的不敢往下想 深吸几口气 调整着情绪 又把关押室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楚清炎 急急忙忙来到上一层 分头寻找楚清炎 胡天刚就像疯了一样 在实验室里不停乱窜 嘴里喊着楚清炎的名字 找了一个房间 又是一个房间 依然没有找到楚清炎 李成峰也在四处寻找 虽然没有找到楚清炎 却在基因实验室里 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材料和物品 这座实验室 有12个分类实验舱 每个实验舱里研究的内容都不一样 1号实验舱研究的是基因改造人 2号实验舱研究的是细菌和病毒 1号实验舱已经去过 来到2号实验舱 在里面发现了很多剧毒和细菌 由于片刻 找了一个小箱子 拿了几瓶细菌和剧毒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在3号实验舱 发现几台电脑 上面储存着华夏人的基因序列数据 还有被装在罐子里 泡在福尔玛林里的人体器官 来到4号实验舱 发现了很多食物添加剂 很是好奇 基因实验室不是研究基因的吗 怎么还研究食物添加剂 满脸疑惑 转而看向杨玉楼和孙陈轩 好奇的声音问道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研究食物添加剂 这个 两人先是对视了一眼 沉默片刻 同时叹了一口气 说出其中原因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现在用的大多数食物添加剂 全是他们研究出来的 包括常用的味精 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他们研究出来那么多食物添加剂 自己不吃就算了 还不要专利费 免费送给咱们吃 不得不说 他们非常善良 要好好感谢他们 不仅让我们的食物变得更美味 还能保存得更久 听两个人讲完其中原因 李承锋瞬间明白 他们为什么研究添加剂 心中很是愤怒 狼子野心 世人可见 为了毒害咱们 他们真是绞尽脑汁 就在满脸愤怒时 在实验室里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楚青年的胡天刚 急急忙忙跑了回来 着急的声音说道 李兄弟 我已经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楚小姐 你说 他能被关在什么地方 胡大哥 不要着急 着急也没用 再好好地找一下 说话时 转头看向秦默 疑惑的声音问道 秦大哥 楚小姐没跟你关在一起吗 秦默面带疑惑 回忆着当初发生的事情 两个月前 他们小队大约20人 来到大凤村和小凤村 调查村民失踪的原因 没想到 半夜时分 遭到神秘人偷袭 神秘人非常厉害 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全部被擒 由于秦默反抗的比较激烈 被打断了双腿 带到这座实验室 其他队友都被荡成实验体 做了实验 只剩下他一个人 还记得刚刚来到实验室 没几天 楚将军就被下南国官府带走了 楚小姐依然关在这里 后来也没发现楚小姐被人带出去 怎么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沉默片刻 心想 难道是睡觉时 楚小姐被带出去做实验梯了 如果真是这样 她 她可能已经死了 想到这里 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得知楚青岩可能死在实验台上 胡天刚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嘴角的肌肉不停抽搐 转而看向杨玉楼 孙晨轩想要杀人泄愤 充满杀气的声音说道 我要杀了你们 说话时就要动手 两个人急忙跪在地上 不停地哀求 这位大哥 不要激动 听我们把话说完 最近的实验 我们都参加了 用的实验体 都是华夏村民和夏南国村民 没有看到你说的楚小姐 她应该还活着 看着满脸杀气的胡天刚 李承锋急忙说道 胡大哥 你不是知道楚小姐的生辰八字吗 帮她算一下 看看她是生是死 在什么方向 在李承锋的提醒下 胡天刚口中念着楚青岩的生辰八字 掐指算了起来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激动的声音说道 楚小姐 桓 还活着 她现在在西南方向 游水的地方 嗯 胡大哥 不要着急 等我们出去 就去西边游水的地方找 推算出楚青岩还活着 胡天刚的情绪稳定了不少 只想赶快出去找楚青岩 站在旁边的黄珊珊 听到胡天刚一口一个楚青岩 多少有些不爽 但也没说什么 想到她用生辰八字 就能推算出楚青岩所在的方向 很是好奇 用生辰八字 怎么能推算出一个人所在的方位 这也太神奇了 转而看向李承风 问出心中的疑惑 听到黄珊珊的问题 李承风没有急着回答 看着眼前的实验室 接着说道 珊珊妹妹 等毁掉实验室 有时间 我再跟你解释 好不好 好吧 与此同时 闲着没事的林小全 已经找到实验室的自毁程序 只要按下红色按钮 基因实验室就会爆炸 变成废墟 想到地下二层 还关着很多人 李承风转而看向秦末 让他下去一趟 把人全部放了 然后炸掉基因实验室 秦末下去放人时 李承风走出四号实验舱 准备去五号实验舱看看 看看里面研究的什么东西 走到门口突然停住脚步 转身看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心情无比沉重 想到小铁蛋喜欢吃零食 顿时满脸怒气 等见到小铁蛋 一定要告诉他 不管是什么物品 只要超过七天的保存时间 一律不准吃 当然五股杂粮除外 沉默片刻 转身走出四号实验舱 来到五号实验舱 里面摆放着很多种子 和发芽的农作物 也不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 在里面看了一会 转身走出五号实验舱 来到六号实验舱 里面放着很多纯净水 也不知道这些水有什么用 还好有杨玉楼和孙陈轩 不懂的事情就问 他们会一一作答 没一会 来到十二号实验舱 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蝙蝠 没等李承风问 杨玉楼 孙陈轩急忙解释起来 听完两人的讲解 李承风的心情更加沉重 这座实验室里研究的所有东西 都是针对咱们 真的让人细思极恐 与此同时 秦莫喘着粗气跑到面前 开口说道 李先生 人都放出来了 有六个是华夏人 剩下的全是夏南国人 我刚把他们放出来 他们就跑出去了 嗯 跑就跑吧 不用管他们 李承风随口说道 准备去找林小泉 让他启动实验室的自毁程序 走在路上 看着实验室里的设备 很想把这座实验室保留下来 因为这是他们的罪证 可是由于片刻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里不是华夏 是夏南国 他们既然敢在这里修建实验室 肯定得到了夏南国官府的同意 想保留这座实验室 根本不可能 一旦发生意外 夏南国官府 会想方设法毁掉实验室 销毁所有证据 这也是实验室里 安装自毁系统的原因 既然这样 不如亲手毁掉它 毁掉他们的研究成果 没多久 来到自毁程序控制室 就见林小泉坐在桌前 脸上带着微笑 把玩着神木二太郎的脑袋 见李承锋走进来 急忙问道 小家伙 怎么样了 有没有找到楚清言 没有 可以启动自毁程序了 人都离开了吗 离开了 确定其他人安全离开 林小泉毫不犹豫 伸手按下红色按钮 按下去的那一刻 就听实验室里 传来刺耳的警报声 墙上的警报灯不停闪烁 同时传来一个机械的声音 工作人员请注意 工作人员请注意 自毁程序已经启动 自毁程序已经启动 请立即离开实验室 请立即离开实验室 听着喇叭里传来刺耳的声音 虽然听不懂 但也知道话中的意思 转而看向林小泉 接着说道 老东西 自毁程序已经启动 咱们走吧 嗯 走 林小泉随口应了一声 拎上神木二太郎的脑袋 跟在李承锋身后 急急忙忙向外面走去 离开实验室 胡天刚 秦末都在外面等着 看到几个人 李承锋急忙说道 胡大哥 秦大哥 马上就要爆炸了 赶快走吧 两个人点了点头 急忙迈不向山下走去 刚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听身后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整座山头瞬间陷了下去 看着尘土飞扬的山头 李承锋开心不起来 而是满脸愁容 因为心里清楚 实验室不可能就这一座 不知什么地方 还有他们的基因实验室 就算把所有的实验室 全部毁掉 用不了多久 还会有新的实验室 虽然没有找到 楚云红和楚青年 但是这一趟没有白来 多多少少毁掉了一座实验室 毁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看到了狼子野心 见李承锋愣在原地 胡天刚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李兄弟 赶快走吧 我们还要去找楚将军和楚小姐 嗯 李承锋点了点头 拎着装有剧毒和细菌的盒子 迈步向山下走去 准备去西南方游水的地方 找楚青年 不知不觉已是清晨 太阳缓缓升起 明媚的阳光 穿过树林罩在脸上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树林里 突然传来一阵虫鸣声 心头顿时一紧 这才想到 在实验室里 没有看到会控制毒虫的人 顿时一脸警惕 四处乱丑 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虫鸣声也在此时 突然消失 心里清楚 那个人应该就在暗处藏着 没多久 李承锋 胡天刚等人 从山上下来 准备去两国口岸吃点东西 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可是刚刚来的路上 就见十几辆绿色的吉普车 从前面和后面开了过来 车上的士兵都抱着枪 看着急迟而来的汽车 琴莫一脸警惕 冰冷的声音说道 李先生 怎么办 这些人好像是冲我们来的 秦大哥 不用担心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有什么好紧张的 说话时 吉普车已经停在面前 一群士兵从车上跳下来 举枪瞄准几个人 不停地喊着 举起手来 举起手来 由于听不懂他们说的啥 几个人没有任何反应 杨玉楼和孙晨轩 急忙把手举了起来 还提醒他们 把手举起来 几个人却无动于衷 见几个人没举手 士兵立即拉动枪栓 准备开枪 就在此时 一个带着墨镜的军官走了过来 轻轻地抬了抬手 让士兵把枪放下 军官走到几人前面 停住脚步 盯着他们打量了一会 先用下南国话问他们 是不是下南国人 见几个人没回答 脸色微微一沉 用华夏语问道 你们是华夏人 是的 我们是华夏人 听着李成峰的回答 确定他们是华夏人 军官顿时一脸紧张 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山峰 想到早晨听到的爆炸声 很是担心 紧张过后 一脸严肃 接着说道 知不知道 这个地方已经远离边境口岸 是你们不能来的地方 不知道 李成峰摇了摇头 随口回答 想到杨玉楼说过 是下南国官府 带走了楚老将军 看来想要找到楚云红 还要跟这些人打交道 听着李成峰的回答 军官很不满意 眼睛微微一眯 凶狠的声音说道 不要在我面前装傻冲愣 说 你们是什么人 去山上做什么 早晨的爆炸声 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你们是不是华夏派来的间谍 见军官气势汹汹逼问李大哥 黄珊珊眼中杀气一闪 眉眼一滴就想杀人 手臂一抖便想出手 却被李成峰一把抓住手腕 面带疑惑 转头看向李大哥 就见他轻轻摇了一下头 让自己不要动手 心里明白李大哥既然不让动手 肯定有他的意思随之收敛杀气 看着李大哥的样子 感觉他很耸 被人凶成这个样子 也不动手 之所以不让黄珊珊动手 是因为还没找到楚云红和楚青年 想从他们身上知道两人下落 杨玉楼和孙晨轩 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被吓得双腿发软 暗暗叫苦 刚刚死里逃生 又遇到下南国士兵 这下完了 实验室被炸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站在后面的 林小泉东瞅瞅戏看看 想找机会跑路 因为他的手里 还拎着一块白布 里面包着神木二太郎的脑袋 若是被这些士兵发现 可就麻烦了 想要溜走却找不到机会 估计还没跑出去 就被他们开枪打成筛子了 此刻 手里的脑袋成了烫手山芋 早知这样 就不拿这颗脑袋了 这可怎么办 四处瞅了几眼 抬头看向天空 随手一甩 把包着脑袋的白布 扔到路边的草丛里 虽然站在最后面 李承锋 胡天刚等人挡在前面 他的小动作 还是被一个士兵看到了 急忙举枪瞄准林小泉 警惕的声音说道 扔的什么东西 把手举起来 与此同时 见李承锋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军官满脸怒气 伸手打开枪套掏出配枪 刚想瞄准李承锋的脑袋 就听见士兵的喊声 顿时一脸不爽 接着问道 怎么回事 那个人 往后面扔了一个东西 听着士兵的回答 转头看向林小泉 盯着他看了一会 让士兵把东西捡回来 想要看看他扔的什么东西 一个士兵急忙跑到路边的草丛里 就见白布上全是鲜血 小心翼翼把白布拎起来 走到军官面前 看着红色的白布 军官眉头一皱 让士兵把白布打开 瞬间被吓了一跳 里面竟然是一颗脑袋 急忙往后退了几步 看清对方的容貌 一脸惊恐 颤抖的声音说道 神 神木先生 眼前的军官 主要负责这片区域的安全 跟神木二太郎非常熟悉 没想到 他竟然死了 还被人砍掉了脑袋 瞬间意识到 是这些人杀了神木先生 反应过来 迅速举枪 瞄准李成峰的脑袋 凶狠的声音说道 说 你们是什么人 去山上做什么 神木先生是不是你们杀的 见军官举枪瞄准李成峰 其他士兵同时拉动枪栓 瞄准胡天刚 秦末 黄山山等人 李成峰还是没有回答军官的问题 而是拍了拍手里的盒子 接着把盒子打开 装着六个透明的玻璃瓶 两个玻璃瓶里 装着绿色的液体 两个玻璃瓶里 装着黑色的液体 两个瓶子里 装着红色的液体 盯着盒子里的东西看了一会 抬头看向军官 不屑地声音说道 说话客气点 我这里有病毒 不小心打破了 估计谁都活不了 见李成峰拿出一个盒子 随手打开 以为他要拿武器 手指一动 就要扣动扳机 就在此时 看清盒子里装的东西 听到他说的话 急忙挪开枪口 随之传来一声枪响 听着突然传来的枪声 李成峰从始至中一脸淡定 胡天刚 秦末也是毫无畏惧 杨玉楼和孙晨轩 被吓得发出一声惊叫 直接抱头蹲到地上 林小泉还在四处乱丑 寻找机会溜走 可是 看到盒子里装的东西 顿时两眼放光 露出兴奋的表情 有这些东西在 还跑个屁 只要有这些东西 让下南国官府跪着 他们就不敢站着 看着盒子里装得瓶瓶罐罐 刚才还满脸杀气的军官 被吓得脸色苍白 急忙往后退了几步 没想到 他的身上竟然有这种东西 因为跟神木二太郎关系比较好 又要负责这片区域安全 军官经常去实验室 亲眼看到实验过程 那些研究员把绿色液体 注射到实验体身上 没多久 实验体就死了 死得非常痛苦 看着瓶子里的液体 可以确定 他手里的东西 就是实验室里带出来的 还记得神木先生说过 里面装的病毒非常厉害 有很强的传染性 一旦病毒泄漏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可能会毁掉一个国家 甚至全世界 看着一脸惊恐的军官 李承锋微微一笑 把细菌和病毒拿出来 还真管用 竟把对方吓成这个熊样 由此可见 这个军官应该知道 病毒和细菌的厉害 此时的李承锋 已经反客为主 呵呵一笑 接着说道 你不是想知道 我是什么人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都是华夏人 但是我们不是间谍 我们之所以来这里 是为了找两个朋友 至于山上的实验室 已经被我炸掉了 这些东西 就是从里面带出来的 神木二太郎 也被我们杀了 你的问题 我已经回答完了 请问 还有什么要问的呢 听着李承锋的回答 原本一脸惊恐的军官 顿时满脸怒气 想到早上听到的爆炸声 可以确定他没有说谎 山上的实验室 已经被他们炸了 并且杀掉了神木先生 这下麻烦了 他的主要职责 就是保护实验室 不让华夏人发现 实验室还被他们炸了 怎么跟上面交差 想把他们抓起来 可是他们手上有病毒和细菌 一旦细菌和病毒泄露 会给夏南国带来灭顶之灾 由于片刻 脸色一沉 威严的声音说道 我命令你 把病毒和细菌交给我 乖乖跟我走 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跟我说这些 你感觉我会相信吗 我要把病毒和细菌交给你 估计你会立即下令 把我们全部打死 李承锋不是傻子 心里非常清楚 这些细菌和病毒 就是保命符 只要手里有这些东西 他们就不敢乱来 一旦把这些东西交出去 他肯定会立即翻脸 几人的修为都很高 何况还有黄鼠狼 菜花蛇 小白白暗中帮忙 想要弄死他们离开这里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可是还没找到 楚云红和楚青岩 现在只能用这些东西威胁他们 让他们把楚老将军交出来 见李承锋不上当 不肯交出病毒和细菌 军官很是着急 继续说道 我用这条命和人格担保 只要你把病毒和细菌交出来 我送你们回华夏 保证你们平安无事 李承锋微微一笑 他自己傻就算了 还把别人当傻子 这个时候 只要有点脑子的人 都不会把病毒和细菌交出去 刚想开口说话 就听林小泉着急的声音说道 小家伙 千万不要给他 只要病毒和细菌落到他们手里 咱们就是带宰的羔羊 嗯 我知道 不用你提醒 李承锋随口说道 就算把病毒和细菌给他们 自己也不是带宰的羔羊 面带微笑看着军官 嘲讽的声音说道 我们不是傻子 不会把保命的东西给你 我来夏南国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找我的朋友 只要找到朋友 我会立即离开夏南国 不会对夏南国百姓 造成任何伤害 你要找的朋友是什么人 一个叫楚云红 一个叫楚青年 听着李承锋回答 军官心头一紧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不敢擅作主张 急忙走到吉普车前 拿起车上的电话 把这边的事情汇报给上面 没一会 军官挂上电话 回到李承锋前面 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开口说道 我们司令想见你 敢不敢跟我走一趟 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李承锋毫不犹豫开口说道 心里清楚 楚将军肯定在他们手里 至于楚小姐 现在还不敢确定 事已至此 只能先救楚将军 至于楚小姐 只能等等再说 转而看向胡天刚 就见他一脸担心 急忙安慰道 胡大哥 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楚小姐的 嗯 胡天刚轻轻地点了点头 心里明白 着急也没用 但愿楚小姐平安无事 安慰好胡天刚 转头看向军官 威胁的声音说道 你们最好不要耍花样 若是耍花样 我敢保证 病毒和细菌会泄露出来 我知道 我们不会乱来的 听着军官说的话 看着李承锋手里的盒子 林小泉还是不放心 病毒和细菌都在他手上 一旦李承锋被他们控制 让他无法破坏储存病毒的瓶子 如此一来 会非常被动 沉默片刻 林小泉一脸严肃 接着说道 小家伙 病毒和细菌放在一人身上不安全 他们若是 把你控制住 我们只能束手就擒 不如把病毒分开 咱们一人带一瓶 这样更安全 嗯 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要小心点 别给搞坏了 李承锋点了点头 俗话说 人越老越精 将越老越辣 一点也没错 林小泉就是老奸巨华 见李承锋把病毒分给其他人 军官脸色一沉 这下麻烦了 只能通知上面 让上面放弃暗杀 拿到一瓶病毒 林小泉宽心了不少 只要有这玩意 他们就不敢乱来 上车前 把地上的白布捡起来 重新包好神木二太郎的脑袋 拎在手里坐上吉普车 心想 这是送给神木老大人的礼物 可不能丢 刚开始 军官想把几个人分开 让他们一人坐一辆吉普车 却被林小泉拒绝 用屁股想都知道 把他们分开 控制起来更容易 这种小把戏 早是林小泉完剩下的 坐在吉普车上 喊秦莫坐到身边 转而看向李承锋 一脸严肃地说道 小家伙 记住了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两个人 或是三个人在一起 千万不要单独一个人 我知道 不用你提醒 李承锋随口说道 说话时 跟胡天刚 黄珊珊爬上一辆吉普车 等所有人坐上汽车 军官摆了摆手 汽车瞬间开动 向军营的方向驶去 距军营虽然不远 由于道路难行 最少也要半个小时才能到 坐在车上 闲着没事的黄珊珊 想到前面 胡天刚用楚青年的生辰八字 推算出他还活着 以及所在的方向 心中很是好奇 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当时在实验室里问李大哥 因为李大哥忙着毁掉实验室就没说 如今坐在车上也不用走路 正好有时间 转而看向胡天刚 娇滴滴的声音问道 胡大哥 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你是怎么用生辰八字 推算出楚小姐在什么方向的 坐在车上的胡天刚 转头看向黄珊珊 看着比楚青年还要漂亮的女人 竟然没有一丝心动 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我年龄比你大很多 你给我喊大哥 有些不合适 你应该喊我大叔 好吧 喊大叔就喊大叔 赶快给我讲讲 你是怎么用生辰八字 算出楚小姐在那个方向的 听到楚小姐三个字 胡天刚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哪有心情给他讲这些 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我心情不好 不想说话 去问李兄弟 让他给你讲 听着胡天刚的回答 黄珊珊撇了撇嘴 之所以让他讲 是想跟他套套近乎 熟悉一下 没想到 他的心里只有楚小姐 心中虽然不爽 但也没说什么 转而看向李承锋 接着说道 李大哥 你也听到了 他让你给我讲 好 我给你讲 你就不要打扰胡大哥了 胡大哥心情不好 坐在车上 闲着没事 给黄珊珊讲了一些 用生辰八字找人的方法 接着说道 珊珊妹妹 你可听说过八字寻人数 八字寻人数 说话时 黄珊珊轻轻地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没有 没有就对了 关于八字寻人数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用生辰八字 还能找到失踪人口 可惜 现在这个年代 会用八字寻人的并不多 八字寻人数 还有一段很长的口诀 李承锋随口念叨 甲挤五里地 乙更千里香 丙心整十里 丁人三里藏 误鬼团团转 此事寻人方 六人掌中月日行 四柱定公分八方 听着李承锋念的口诀 黄珊珊越听越迷糊 根本听不懂 急忙摆了摆手 着急的声音说道 李大哥 听听听 你这是念的什么东西 什么假了已了 我一点也听不懂 能不能给我讲得通俗一点 好 你想听通俗一点的 我就跟你讲得通俗一点 李承锋微微一笑 老毛病又犯了 就喜欢在女人面前 卖弄学识和才华 面前坐的弱势男人 估计都懒得张嘴 就在李承锋准备装逼时 坐在旁边的士兵 突然举枪瞄准他的脑袋 用半声不熟地滑下雨喊道 闭嘴 不准说话 再说话打抱你的狗头 正饶有兴趣 想要卖弄学识的李承锋 被人打扰 心中很是不爽 随之抬手 把病毒举起来 轻蔑的目光看着士兵 挑衅的声音说道 不怕死 就开枪 我相信你一定比我死得惨 还会有数不清的下南国人 给你陪葬 开枪 有种就开枪打死我 面对李承锋的挑衅 士兵不敢开枪 用枪顶了顶李承锋的脑袋 刚想开口说话 就在此时 坐在前面的军官 不爽的声音说道 蠢货 闭嘴 不要管他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听到没有 面对李承锋的挑衅 虽然不爽 但也不敢违抗长官的命令 急忙闭上嘴巴 把枪放下 一脸不服 依然用充满杀气的眼神 盯着李承锋 看着满脸杀气的士兵 李承锋脸色阴沉 接着喊道 停车 军官立即摆了摆手 让司机停车 转头看着李承锋 不爽的声音问道 你让停车 有什么事吗 李承锋白了士兵一眼 心想 今天就让你常常记性 举着手中的病毒 毫不犹豫 对着军官说道 把他杀了 军官顿时一愣 士兵只是嫌他说话 让他不要说话 他就想要士兵的命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嘲讽的声音说道 我为什么要杀他 他又没犯错 难道只因为他不让你说话 我就要听你的 把他杀掉 你以为你是谁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坐在旁边的士兵 见李承锋威胁长官 把自己杀了 顿时被吓了一跳 恨不得举枪把他打死 可是 听到军官帮自己说话 瞬间变得无比嚣张 挑衅的目光 看着李承锋用半声不熟的 滑下语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 敢威胁我们长官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以为手里有病毒 我们就怕你 信不信我这就开枪打死你 听着士兵说的话 李承锋看都没看他一眼 手里攥着病毒 看着坐在前面的军官 冰冷的声音说道 是的 你就要听我的把他杀掉 不然就让下南国百姓 给你们陪葬 说话时 扭头看向胡天刚和黄珊珊 两人心领神会 把手里的病毒 举到军官面前 逼着军官杀掉那个士兵 黄珊珊一副无语的表情 心想 至于这么麻烦吗 想杀说话的士兵 动手就是 何必这样做 他却不知道 李承锋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杀鸡儆猴 警告他们不要乱来 看着面前的病毒 军官被吓得脸色苍白 恨不得立即下车跑路 可是又不能这么做 沉默片刻接着说道 刚才是他不对 我让他给你们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他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杀了他 李承锋冰冷的声音说道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能让步 一旦让步 对方就会认为 他们几个人怕死 不敢摔碎病毒 看着一脸严肃的李承锋 军官眉头紧锁 很是无奈 这个士兵跟了他好几年 是他的心腹 有着很深的战友感情 开枪杀他怎么忍心 听着李承锋说的话 士兵很是愤怒 举枪瞄准他的脑袋 咬牙切齿的声音说道 长官 不要怕他 我就不信他敢捏碎病毒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这就开枪打死他 看着不知悔改的士兵 还拿枪指着李承锋的脑袋 军官很是愤怒 难道他不知道 他这样做非常危险 一旦病毒泄露 整个夏南国都要遭殃 心想 就不该让岛国人 在夏南国建基因实验室 可是这事上面的决定 他也改变不了 沉默片刻 脸色阴沉 接着说道 把枪放下 士兵却无动于衷 抱着枪 用力顶了顶李承锋的脑袋 充满杀气的声音说道 长官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这就打爆他的狗头 闭嘴 把枪放下 难道连我的命令 也不听了 说话时 军官的手已经搭到枪套上 悄悄地拔出配枪 继续劝说士兵 让他把枪放下 在不断地劝说下 士兵咬了咬牙 一脸无奈把枪放下 就在士兵把枪放下的那一刻 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 击中士兵的胸口 突然而来的枪声 把后面车上的士兵吓了一跳 急忙跳下吉普车 举着枪 警惕的目光四处乱愁 刚才说话的士兵 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 接着抬头 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军官 没想到 他真的开枪了 疑惑地声音说道 长官 我 我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做错什么 为了下难过的百姓 我只能这么做 说话时 再次扣动扳机 一颗子弹 击中士兵的眉心 杀掉说话的士兵 军官闭上眼睛 不敢看被他杀掉的士兵 心非常痛 非常难过 沉默了很久 慢慢睁开眼睛 看都没看李承锋一眼 接着说道 开车 去司令部 随着声音落下 伴随着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吉普车缓缓开动 坐在车上的李承锋 看着倒在路边的尸体 心想 如果有下辈子 记得低调一点 不要乱说话 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幕 车上的其他士兵 看向李承锋的眼神 有恐惧 有愤怒 有害怕 没想到 这个华夏人那么狠 战友只是多说了几句话 他就逼着长官把战友杀掉 一点人性也没有 更没想到的是 长官竟会真的开枪 有了战友的前车之剑 就算李承锋往他们身上吐口水 骑在他们的脖子上拉屎 他们也不敢反抗 甚至都不敢与他对视 恐怕多看一眼 这个华夏人 就会逼着长官把他们杀掉 对待敌人李承锋 从来不会心慈手软 可是面对华夏人 多少有些下不了手 就像杨玉楼和孙晨轩 帮岛国人研究基因改造人 做了对不起民族的事情 还是不忍心杀他们 在很多人眼里 李承锋的所作所为 就是一个圣母表 不够杀法果断 如果心慈手软 善良慈悲就是圣母 那么他心甘情愿 做一个圣母表 坐在旁边的黄珊珊 看着士兵的表情 此时才明白 李大哥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杀掉说话的士兵 原来是为了杀鸡儆猴 暗暗佩服 还是李大哥厉害 接着说道 李大哥 你不是要用通俗的方式 给我讲八字寻人术吗 赶快讲 现在没人敢管你了 却用挑衅的目光 看着坐在旁边的士兵 士兵顿时一脸慌张 急忙把头转向一边 不敢与他对视 恐怕惹怒了这个阎望远 见士兵都怂了 李承锋微微一笑 这才转头看向黄珊珊 接着说道 八字寻人术 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四柱八字 五形属性 八字方位 判断这个人去了什么地方 应该去哪个方向寻找 想用八字寻找失踪人口 首先要懂八卦二十四方位 二十四方位分别是 砍卦三位 人位 子位 鬼位在北方 梨挂三位 丙位 五位 丁位在南方 李承锋还没讲完 黄珊珊翻了翻白眼 这就是通俗的讲法吗 自己还是听不懂 眉头微微一皱 急忙说道 李大哥 停停停 我还是听不懂 能不能讲得再通俗一点 吴宇已经讲得很通俗了 没想到他还是听不懂 其实听不懂也很正常 想要听懂这些 必须懂得阴阳五形八卦 不懂阴阳八卦 肯定听不懂 跟他说这些就是对牛弹琴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要不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这个你应该听得懂 好的 你讲吧 黄珊珊随口说道 说话时 看了一眼胡天刚 心不在焉 听李承锋讲着他爷爷李天成的故事 李承锋沉默片刻 讲起几十年前 爷爷用生辰八字 帮一户人家找女儿的故事 那时候刚上小学 爷爷还开着隋元堂 有天上午 一对夫妇满脸愁容 急急忙忙走进隋元堂 看着一脸慌张的夫妻二人 没等他们说话 李天成掐指一算 又盯着两个人看了一会 接着说道 你们家中有人走丢 已经丢了九天 刚刚走进隋元堂的夫妻二人 顿时愣在原地 惊讶的目光看着李天成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没说来隋元堂干什么 眼前这位老神先就已算出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真的太神了 之所以来这里 正是因为家中有人失踪 他们的女儿今年刚满十五岁 一个星期前 放学的路上突然失踪 这可急坏了一家人 由于女儿失踪不到24个小时 去官府报官 他们根本不管 让回家等着 说不准一会就回家了 无奈之下 一家人只能四处寻找 把学校附近 还有村庄附近找了一个遍 始终没有找到女儿 24个小时很快过去 女儿依然没有回家 夫妻二人匆匆忙忙来到捕快房报官 官府立即受理了这件事情 安排了几个捕快调查 女儿失踪的原因 可是已经过去24个小时 在这24个小时里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连续找了一个星期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一家人很是绝望 女孩的奶奶整日以泪洗面 一夜间满头接白发 女孩的母亲和父亲四处寻找 找不到女儿 就没有活下去的信念 无比绝望时 听一个亲戚说 城里有个隋元堂 里面有个老神仙 能掐会算非常厉害 建议夫妻二人去城里找老神仙算一下 看看女儿还在不在 夫妻二人一刻也不敢耽搁 坐上进城的班车 多方打听 找了一上午 才找到隋元堂 顿时一脸激动 急忙迈步走进隋元堂 刚刚走进隋元堂 就见一个老头坐在茶几前 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老头就说出他们的来意 无比震惊 这还真是一个老神仙 震惊过后 夫妻二人膝盖一弯 直接跪到地上 着急的声音说道 老神仙 求求你 救救我女儿 我女儿已经走失好几天了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若是找不到女儿 我们两口子可怎么活啊 赶快起来 不用下跪 帮你们找女儿 我是要钱的 你们给我下跪 我也不会少要一份 听到要钱 夫妻二人心头一紧 不知这个老神 先会要多少钱 若是要多了 他们家可付不起 随之对视了一眼 把心一横 只要能找到女儿 哪怕倾家荡产 砸锅卖铁 也心甘情愿 接着 就见李天成拿出纸盒笔 让他们 把女儿的生辰八字 写在上面 盯着女孩的生辰八字 看了一会 掐指算了起来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 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女儿五行熟土 正挂三位 甲子东方 结束在东北方 东北方五行熟土 经过一番推算 李天成继续说道 你们去东北方 大约三百公里 有一座带土的城市 到了这座城市 去土多的地方找 就能找到你们的女儿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 七天内 必须把女儿找回来 不然你们女儿 就会有性命之忧 听着李天成说的话 夫妻二人满脸着急 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问道 老神仙 麻烦问一下 需要多少挂钱 我这就把钱给你 算了 先去找女儿吧 等把女儿找回来 再给也不吃 多谢老神仙 夫妻二人拜谢李天成 急急忙忙离开隋元堂 找了两个有车的亲戚 让亲戚开着车 带着一大家子 去东北方向 有土的城市找女儿 来到带土的城市 专门去土多的地方找 可是去了很多土多的地方 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女儿 连续找了好几天 身心疲惫 准备找个地方休息 不远处 有家教老地方的宾馆 商量了一下 准备进去休息 休息好了 再去找女儿 夫妻二人 跟孩子的舅舅 叔叔 大伯 姨父 外公 爷爷 大约十几个人走进宾馆 看着走进来的一群人 前男小姐有些猛 没想到 会来那么多人 客房根本不够 最后开了一间 常年不用的房 让外公和舅舅住了进去 开好房 没多久 就有一个女人过来敲门 问孩子的舅舅 要不要服务 舅舅当场拒绝 一脸嫌弃 没想到 这家宾馆 竟然还有那种服务 早知这样就不来这家宾馆了 可是钱已经付了 只能将就着住 一家人都特别累 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早也没洗 倒头就睡 不知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中 外公被一个声音吵醒 不知什么地方 传来一个女孩的哭喊声 求求你们 放我好不好 我还是个小孩子 求求你们 放我回家 我爸爸妈妈找不到我 一定会非常着急 躺在床上的外公面带疑惑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都这个点了 什么人在哭 坐起来仔细听了一回 就听一个男人凶狠的声音说道 小贱人 你最好乖乖听话 只要乖乖听话 过段时间 我就让你回家 若不听话 还跟客人闹 不让客人碰 我就挖个坑把你埋了 让你这辈子也回不了家 见不到你爸 见不到你妈 面对男子的恐吓 女孩又哭了起来 害怕的声音说道 我要是乖乖听话 你 你真的让我回家吗 放心 只要你听话 我肯定让你回家 绝对不会骗你 坐在床上的外公 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 满脸疑惑 女孩的声音 怎么有些耳熟 急忙喊醒女孩的舅舅 让她起来听听 听听女孩的声音 是不是有些耳熟 舅舅一脸困倦 很不耐烦 从床上坐起来 揉了揉眼睛 心不在焉 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 听着听着 心头顿时一紧 转而看向女孩的外公 激动的声音说道 爸 说话的人是萱萱 萱萱 真的是萱萱 外公一脸激动 没想到 歪打正着 在这家宾馆里 找到了外孙女 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推开房门 找到女孩的爸妈 把这件事情讲了出来 一家人全从床上爬起来 来到外公住的房间 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 心中很是愤怒 很是着急 急忙出去寻找入口 可是这个房间没有门 全是封闭的 就在此时 房间里又传来 男人猥琐的声音 把衣服脱掉 让叔叔教教你 怎么伺候男人 求求你 不要 我 我还是个孩子 我怕 女孩一脸惊恐 拼命地摇着头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可是不管怎么哀求 男人一脸猥琐 脱掉身上的衣服 迈不向女孩走去 口中同时说道 给我老实点 不然挖个坑埋了你 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 一家人怒不可遏 已经猜到两个畜生 要对女儿做什么 女孩的爸爸想喊 却被爷爷打了一下 这个时候 不能打草惊蛇 很多宾馆的房间 就是一层隔板 隔音效果非常差 做舅舅的 在外面跑业务 经常住宾馆 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 已经猜到 眼前的墙壁 就是一层薄薄的三合板 抬手敲了一下 发现墙壁非常柔软 随手敲了几下墙壁 隔壁房间 就传来男子凶狠的声音 敲什么敲 打扰老子好事 腿给你卸掉 话音还未落下 突然传来砰的一声 墙壁被人撞开 两个壮汉窜了进来 一句话没说 静止扑向 没穿衣服的两个男子 摁在地上 就是一顿抱锤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冲了进来 看着蹲在床上 抱着双腿不停哭泣的女孩 正是他们的女儿萱萱 夫妻二人顿时满脸泪水 急忙上前抱住女儿 两个男子被打得鬼哭狼嚎 很快惊动了宾馆的老板 就见老板气势汹汹 带着五六个精神小伙 向隔间走来 刚刚走进隔间 就被一拳砸到脸上 顿时一脸猛逼 大喊一声 让小弟动手 五六个精神小伙 见有人在宾馆里闹事 二话没说 冲上去就干 可是不过一根烟的功夫 全部倒在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 惨叫连连 几个精神小伙 哪是庄稼汉的对手 何况女孩的叔叔 还是特种兵退役 打十几个人不在话下 一家人控制住宾馆老板 然后打电话报关 没多久 不快就来了 没想到 不快来到宾馆后 没有抓宾馆老板 而是要抓女孩一家人 说他们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女孩一家人 顿时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宾馆老板逼梁为娼 他们不抓 却要抓他们这些受害者 想要还手去又不敢 跟他们讲道理又讲不通 眼看就要被捕快带走 就在此时 一个捕快身上的BB机 突然响了起来 急忙拿出BB机看了一眼 就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总捕头让你回电话 捕快一脸得意 把BB机别到腰上 向宾馆前台走去 准备给总捕头打电话 很多00后 可能不知道BB机是什么东西 三四十年前 皮带上能挂一台BB机 那是非常牛逼的事情 特别是走在大路上 腰里的BB机一响 会引来很多人羡慕的目光 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 只有大哥大和BB机 一部大哥大的价格少说 也要一两万到十几万 BB机的价格 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显示数字的BB机 大约要三四百 显示汉字的BB机 大约要一两千 随着手机的出现 BB机的价格越来越低 最终被时代淘汰 BB机是70后 80后的回忆 估计用过的人也不多 因为买不起也用不起 发一个字就要两三毛 价格可不便宜 身上有BB机的捕块 来到宾馆前台 拨通总捕头的电话 听着总捕头的训话 顿时一脸紧张 不停地说着事 挂上电话 急急忙忙回到房间 就见几个捕块 已经给女孩的父母戴上手铐 脸色顿时一变 着急的声音说道 快把他们放了 把这些人抓起来 他妈逼梁为娼 拐卖妇女 作恶多端 必须严惩 女孩一家人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还气势汹汹 要把他们抓起来 怎么就突然变了一副嘴脸 不仅对他们客客气气 还把他们安排到招待所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总算把女儿找回来了 想到那个老神仙说的话 夫妻二人嗤之以鼻 感觉被骗了 他说去土多的地方找 可是去了很多土多的地方 也没找到女儿 最后在宾馆里找到了女儿 心中暗暗发狠 等回去一定要去隋元堂 找那个老头算账 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 大约过了四五天 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捕快房的人 安排车把女孩 一家人送回去 回到青州城 他们没有急着回家 而是让捕快 把车开到隋元堂 问那个老头要一个说法 坐在茶几前 正在喝茶的李天成 看着一家人气势汹汹 走进隋元堂 瞅了一眼 站在夫妻旁边的女孩 顿时露出微笑 接着说道 你们的女儿找到了 找是找到了 可是不是在土多的地方找到的 是在宾馆里找到的 你就是一个老骗子 算得根本不准 你别想问 我们要一分钱 我们找到女儿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女孩的母亲气愤的声音说道 听她说话的口气 就是想耍赖 不想给钱 看着愤怒的夫妻二人 李天成很是淡定 呵呵一笑 接着问道 你说找到女儿的地方没有土 那么我问你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女儿 你是不是笼子 我老婆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在一家宾馆 找到的女儿 女孩父亲不爽的声音说道 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李天成继续问道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家宾馆叫什么名字 老地方 老 老地方 老地方 女孩父连续念了好几遍 心中一惊 地不就是土吗 土不就是地吗 这不就是土多的地方吗 顿时恍然大悟 想明白里面的事情 心中暗惊 老神仙又没去 她怎么知道宾馆的名字 真的太神了 膝盖一弯 直接跪到地上 充满歉意的声音 喊道 老神仙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糊涂 求您原谅 不要跟我一个粗人计较 哈哈 起来吧 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你女儿已经找到了 记得把钱付一下 不然对你不好 见老神仙要钱 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刚才误会了老神仙 对老神仙出言不敬 怕他狮子大开口 颤抖的声音问道 老 老神仙 麻烦问一下 需要多少钱 您放心 不管要多少钱 哪怕砸锅卖铁 我们也会把钱给你 就这个数吧 说话时 李天成伸出两根手指 看着李天成的手指 女孩父亲一脸疑惑 试探性地询问 是不是两千 就见老神仙摇了摇头 心中顿时一惊 难道是两万 那个年代 两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 就算砸锅卖铁 也拿不出那么多 沉默片刻 颤抖的声音说道 老神仙 你 你说的是两万对吧 放心 不管要多少钱 我都会想办法给你凑齐 就在女孩父亲满脸愁容 扭头看向旁边的亲戚 准备向亲戚借钱时 就听李天成不耐烦的声音说道 我说的不是两万 我说的是两块 小孩子平安无事就好 钱不钱无所谓 给个两块钱意思一下就行 听着李天成的回答 女孩父亲顿时愣在原地 感激的目光看着老神仙 刚才说错话 得罪了老神仙 他不仅不计前嫌 还只要两块钱 这就是老神仙的胸怀 沉默片刻 膝盖一弯 再次跪到地上 激动的声音说道 老神仙 我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了 你就是我家的大恩人 不用感谢 把两块钱给我就行 听李成峰讲完李天成的故事 黄珊珊满脸震惊 除了敬佩李天成的为人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仅靠生辰八字 就能找到失踪人口 这也太神奇了吧 如果用生辰八字 就能找到失踪人口 那还要官府做什么 家里有人失踪 找个大师算一下 不就找到了吗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李大哥 八字寻人术 真有那么厉害吗 是的 真有那么厉害 用生辰八字 不仅可以找到失踪人口 还可以算出 去哪个方向能发财 顺风顺水 去哪个方向有灾 事事不顺 可惜 就算大师算出来 也不会轻易告诉你 去那个方向能生财 去那个方向有灾 无论是帮人看向 推八字 真正懂的人 都是话说三分留七分 不会把话说得太满太全 一旦把话说得太满 稍有不慎 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遗憾的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有真本事的大师越来越少 迟早有一天 老祖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会失传 等二百年后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风水是什么东西 两人说话时 吉普车已经开进军营 停在一座三层小楼前面 这里就是司令部 军官从车上下来 转头看着李承锋 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假装客气的声音说道 到了 下车吧 李承锋没有搭理军官 坐在车上 打亮着眼前的军事基地 营房非常老旧 看样子 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 前面不远的空地上 停着两排绿色的军用卡车 车后面挂着榴弹炮 一群士兵正在操场上训练 步伐统一 动作一致 看上去很有气势 见李承锋坐在车上没有下来 军官脸色一沉 不爽的声音说道 到了 下车 我们司令还要见你 李承锋瞟了军官一眼 这才跟胡天刚 黄珊珊跳下汽车 转头看向后面的吉普车 就见林小全 秦莫等人 也从车上跳了下来 确定几人没事 这才转头看向军官 开口说道 带落 军官表情冰冷 让几个人在外面等着 独自走进三层小楼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军官打开房门 站在门口看着李承锋 开口说道 我们司令 只让你一个人进去 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不行 我们要一起进去 话还没说完 就被军官打断 看着秦莫 冰冷的声音说道 为了保证我们司令的安全 你们只能进去一个人 不然这件事情没得谈 听着对方说话的口气 心想 还没找到楚将军 这个时候可以做出让步 看看他们耍什么花招 转头看向秦莫 接着说道 秦大哥 胡大哥 不用担心 你们在外面等着 我自己进去就可以 不要忘了 我们手上还有病毒和细菌 他们不敢乱来 几个人点了点头 担心的目光看着李承锋 走进三层小楼 走进办公室的李承锋 就见房间里 靠近窗户的位置 一个年近60岁的男子 长得肥头大耳 坐在办公桌前 正盯着自己看 这个人 就是军官口中的司令 阮伦武 阮司令看着李承锋 手里钻的病毒 沉默片刻 脸上随之露出微笑 用比较熟练的滑下语说道 你就是李承锋吧 没想到 你那么年轻 就敢闯进实验室 杀了神木二太郎 炸掉基因实验室 你可知道 你做的这些事情 会给我们下南国 带来很大的麻烦 没想到 他的滑下语 竟然说得那么熟练 脸色一沉 疑惑的声音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阮司令呵呵一笑 没有回答李承锋的问题 故意装出霸气的样子 想要震慑李承锋 拿起一只雪茄放到嘴边 站在旁边的军官 立即拿出火机 帮忙点燃 轻轻地吸了一口 白色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 轻蔑的目光 看着李承锋 威严的声音说道 狗胆包天 毁掉实验室 杀掉神木先生 还敢逼着我的军官 杀掉我的士兵 这些账我该怎么给你算 就算杀你十次 也平息不了 本司令心中的愤怒 见对方没回答自己的问题 还想跟自己算账 李承锋嘴角上扬 微微一笑 把病毒举到阮司令面前 对着他晃了晃 挑衅的声音说道 想给我算账 来吧 不要客气 看着晃来晃去的病毒 恐怕李承锋手指一滑 装病毒的瓶子掉到地上 夹着雪茄的手 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很是愤怒 这个混蛋竟敢拿病毒威胁自己 身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司令 竟被一个黄口小儿威胁 这要是传出去 威严何在 可是面对李承锋的威胁 不敢有任何动作 只能忍着 恐怕病毒泄露 给下南国带来灭顶之灾 沉默片刻 又抽了两口雪茄 鼻孔里不停地冒着烟 恨不得把李承锋大卸八块 原本已经安排好 安排了十几个高手 等他们来到司令部 就把他们拿下 可是突然收到消息 李承锋拿病毒威胁军官 让军官杀了一个士兵 还把病毒细菌分开 每人携带一瓶 瞬间意识到 这个人不好对付 是个狠人 若是把他逼急了 导致病毒泄漏 可就麻烦了 无奈之下 只好取消前面的计划 想别的办法 让他们把病毒交出来 或是抢回来 可是看着李承锋的样子 瞬间意识到 想让他把病毒交出来 非常困难 沉默片刻 阮司令面带微笑 急忙说道 不要冲动 有话好好说 说吧 我怎样做 你才同意把病毒交出来 见对方服软 李承锋呵呵一笑 暗暗庆幸 还好有先见之明 在实验室里 拿了几罐病毒和细菌 不然跟他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把手放下来 接着说道 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是你朋友告诉我的 说话时 又把雪茄放到嘴边抽了一口 身为一名司令 被逼成这个样子 一点威严都没了 心中很是不爽 恨不得把李承锋大卸八块 可是他的手里有病毒 又不敢轻举妄动 听着对方的回答 已经猜到 他说的朋友 可能是楚云红 接着说道 我朋友现在在哪 马上把他放了 说话时 又晃了晃手里的病毒 吓得阮司令心头一紧 恐怕病毒掉到地上 急忙说道 不用担心 你朋友现在很好 只要你把病毒交出来 跟我去神木家族认罪 我这就把你朋友放了 把他安全送回华夏 说话时 心想 基因实验室被毁 神木二太郎被杀 岛国那边和神木家族 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正给下南国施压 让他们抓到凶手 抓到毁掉实验室的人 不然就给下南国断交 撤掉所有投资项目 想要平息神木家族的愤怒 只能带着李承锋去岛国 听着阮司令说的话 李承锋微微一笑 他算盘打得不错 想让自己去神木家族认罪 真是痴心妄想 再次举起手中的病毒 做出向地上摔的姿势 威胁的声音说道 不要做梦了 现在是白天 不是做梦的时间 我给你十分钟 把我朋友放了 如果不放 我就让你看看 岛国人研究的病毒 威力怎么样 说话时 做了一个假摔的动作 吓得阮司令脸色苍白 满头冷汗 手中的雪茄 瞬间掉到地上 着急的声音说道 不要激动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我这就让人 把你朋友带过来 但是十分钟不够 起码要二十分钟 好 我给你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 若是看不到我朋友 我会让你亲眼看看 病毒的威力 说话时 察觉到附近 有十几股很强的气息 微微一笑 毫不在意 听到李成峰的回答 阮司令一刻 也不敢耽搁 急忙拿起电话 给监狱那边打电话 让他们把楚云红送过来 与此同时 李成峰看了一眼 挂在墙上的钟表 现在是上午十点 心里盘算着 二十分钟后 若是看不到楚将军 又该怎么办 难道真要摔掉病毒 让病毒泄露出来 就在犹豫时 挂在墙上的钟表 不停转动 很快来到十点十五分 就还剩下五分钟 阮司令一脸着急 过去那么久了 怎么还不来 李成峰看了一眼时间 冰冷的声音说道 还有五分钟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不要着急 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 问问怎么回事 说话时 急忙拨通那边的电话 在电话中得知 车在路上坏了 正在维修 估计还要十几分钟 这可急坏了阮司令 就见他拿着电话 愤怒的声音 吼道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五分钟内 必须把人送到司令部 如果送不到 统统枪毙 不等对方回答 便挂上电话 脸色阴沉 双手扶着办公桌 看着挂在墙上的钟表 五分钟的时间转眼即逝 看着指针转到十点二十分 急忙抬头向外面看去 时间到了人还没来 顿时一脸着急 转头看向李成峰 就见他慢慢举起手 准备摔碎装病毒的玻璃瓶 这可吓坏了阮司令 一脸慌张 急忙说道 等等 不要着急 再等一会 他们马上就来了 好 我再给你三分钟 若是还不来 就让病毒洗礼下难过 就在李成峰说话时 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音 接着扭头向外面看去 就见两辆摩托车停在门口 一个士兵急急忙忙 跑进办公室 着急的声音说道 报告司令 你要的人 我们带过来了 他现在就在外面 不要说废话 赶快把人带进来 阮司令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来得及时 不然可就麻烦了 抬头向外面看去 就见一个老头 一瘸一拐走进办公室 楚云红一脸憔悴 身上趴着很多马黄 一只手扶着膝盖 弯着腰 一瘸一拐走进办公室 看到阮伦武 楚云红脸色阴沉 昨天刚被他威胁完 今天又把自己带过来 估计还是想威胁自己 逼自己跟他们合作 呵呵一笑 无所畏惧地说道 要杀就杀 要刮就刮 我楚云红就是死 也不会跟你们合作 由于注意力 全在阮伦武身上 没有注意到 站在旁边的年轻人 楚云红愤怒的眼神 看着阮伦武 话音刚刚落下 就听旁边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楚老将军 心中顿时一惊 急忙转头 看向说话的人 没想到 他还是来了 刚刚被抓时 就担心小兄弟 会不顾一切来救自己 真心希望他不要以身犯险 可是他还是来了 满脸怒气 愤怒的声音喊道 谁让你来的 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非常危险 马上走 不要管我 看着满脸愤怒 无比憔悴的楚云红 李承锋的眼眶 逐渐变得湿润 都这个时候了 楚老将军还为他的安全考虑 不为自己着想 心中很是感动 楚云红只顾担心 小兄弟的安全 李承锋何尝不适 微微一笑 接着说道 楚老将军 我既然敢来救你 肯定有十足的把握 若是没有 我也不会来 楚云红一脸着急 被气得差点吐血 想到刚才被士兵带进来 在门口 见几个人坐在吉普车后面 还有一群士兵围着他们 由于吉普车挡着 楚云红没有看到胡天刚和秦末 只看到了林小泉 黄珊珊 杨玉楼等人 楚云红不认识黄珊珊和杨玉楼 却认识林小泉 看到老熟人心中顿时一惊 他怎么在这里 想停住脚步 确认一下 是不是林小泉 就被身后的士兵 推进办公室 由于被吉普车挡着 正在说话的秦末 胡天刚同样没有看到楚云红 林小泉却看到了他 刚想开口说话 就见士兵把他推进办公室 看着胸有成竹的李承锋 楚云红还是非常担心 可是担心也没用 来都来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小兄弟 你不该来 你知不知道 这里很危险 岛国人的实验室 就在边境上 里面还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基因改造人 咱们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 楚云红还不知道 基因实验室已经被毁掉 基因改造人被杀的一个不胜 他若知道这些 估计就不会那么担心 接着说道 老将军 不要说这些 我既然赶来 就有信心把你们带回华夏 李承锋坚定的语气说道 虽然找到了楚云红 可是还没找到楚青年 急忙问道 老将军 楚小姐在什么地方 她没跟你在一起吗 听到女儿的名字 楚云红顿时愣在原地 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上午 阮伦伍还拿女儿威胁自己 逼自己跟他们合作 可是被拒绝了 遭到拒绝的阮伍伍 为了逼楚云红就范 竟然扒掉楚青年的衣服 要对女儿做那种事情 看着女儿即将被人玷污 没有人能承受这种压力 心中的痛苦与愤怒 无法描述 随着女儿衣服被撕开 内心已经动摇 想要答应他们 跟他们合作 可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 楚云红咬碎了后槽牙 满脸泪水 拒绝跟他们合作 来时已被关进水牢 听着楚云红颤抖的声音 讲完昨天发生的事情 李承锋满脸杀气 转头看向阮司令 没想到 他那么畜生 竟拿楚小姐威胁楚老将军 充满杀气的声音问道 告诉我 你把楚小姐怎么样了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看着满脸杀气的李承锋 阮司令微微一笑 毫不在乎地说道 一个女人而已 不要那么激动 你想见她 我这就让人把她带出来 说完这句话 转头看向军官 让她带着两个卫兵 去里面的休息室 把楚青年带出来 没一会 两个卫兵拖着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 昏迷不醒的楚青年 走出休息室 看到女儿的样子 楚云红像是疯了一样 激动的声音喊道 青年 青年 你这是怎么了 赶快醒醒 我是你爸 小兄弟 来救我们了 喊了没几声 楚青年慢慢抬起头 委屈的眼神看着楚云红 抽气的声音喊道 爸 爸 看着楚青年的样子 李承风杀气腾腾 已经猜到 这个女人经历了什么 转而看向阮司令 充满杀气的声音问道 告诉我 你对楚小姐做了什么 她是一个女人 我是一个男人 我还能对她做什么 阮司令毫不在乎地说道 身为一名司令 面对充满杀气的李承风 依然流露着司令的威严 她认为 就算李承风胆子再大 也不敢在司令部里碰她一下 至于病毒 非常清楚 只要楚云红和楚青年还活着 她就不会让病毒泄露 因为一旦病毒泄露 他们两个人 也会跟着一起死 听着阮司令的回答 心中的杀气 已经无法压制 这个畜生 竟敢对楚小姐做那种事情 若是胡大哥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崩溃 不杀了她 难解心头之恨 只见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阮司令面前 伸手掐住她的脖子 直接举了起来 阮司令一脸惊恐 完全超出自己的预料 没想到 李承风胆子不是一般大 在她的司令部里 还敢跟司令动手 站在旁边的军官一脸紧张 着急的声音喊道 放开司令 赶伤司令一根汗毛 别想活着走出去 说话时 快速掏出配枪 跟旁边的两个卫兵 举枪瞄准李承风的脑袋 李承风表情冰冷 晃了晃手里的病毒 挑衅的声音说道 想死就开枪 我也想看看 这批病毒 能不能毁掉下南国 看着病毒 听着李承风说的话 军官一脸紧张 无奈的目光看着阮司令 急忙把枪放下 颤抖的声音说道 希望你能冷静点 你若杀了阮司令 后果是你无法承担的 听着军官说的话 李承风脸色阴沉 看着衣衫不整 头发凌乱的楚青年 这口气咽不下去 必须弄死他 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 不屑的声音说道 杀了他 能有什么后果 小小的下南国 还敢翻天不成 你们勾结岛国人 在边境线上修建实验室 可想过后果 说话时 手上突然用力 阮司令被掐得双眼圆睁 两条腿不停乱蹬 眼看脖子就要被掐断 关键时刻 楚云红急忙说道 小兄弟 冷静点 不能杀他 若是杀了他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